地球的70%有水构成 这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 水能用来食用 游泳 种植粮食 我们能够生存都是因为有水的存在 不管怎样 某些水体对我们来说则是非常危险的 以一些琥珀和吸水接触将会伤害我们 轻则使我们生病 最严重则会伤命 今天我们为你带来10个 会套走你性命威胁的水体 尤其是最后一个 甚至连你站在水的一旁几分钟后就会上命 你最想要亲眼看看哪个水呢 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吧 在这之前 记得点击我们的订阅按钮 可让你在第一时间 获取我们脑洞大概的最新影片 Dominica 沸腾湖 帮这个地点命名的人真是命中红星 沸腾湖果然名不虚传 在1870年时被两名英国人发现 其琥珀5年内度温度范围 在以摄氏82至91.5度之间 这可是热得足以不把热人类的皮 而且这些温度数据 只是在湖边所测量而出的 湖泊的振作性更加的热 直到无法做出准确的测量程度 除非有个拿着温度计的家伙 愿意游到中心滑滑被烫死 沸腾湖的理论 在以它抓落在一堆熔岩之上 而热气从底下射出来 把水加热到可怕的程度 这个能够摧毁我们的河水 是因为我们人类的炸货才有这种下场 西特仁河是世界上污染程度最糟糕 充满垃圾的河水 多亏河边建立了500多个工厂 在街上缺少清理垃圾服务 或先进卫生设备的关系 导致这条河充满了垃圾和废物 只但你几乎无法看见河水的程度 而这条河也是供应当地居民饮水 洗澡以及甚至煮熟食物的主要水源 这里说 他们在每一次使用水源时 都是在把健康和生命拿来冒险 可是一点都没错 但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西班牙天头河 天头河是世界上酸性最高的水体之一 其酸减平衡毒素为2度 这代表说天头河比胃酸还来得酸 以及能够杀死任何在水中有水的鱼类 所以对人类也非常有可能有相同的效果 天头河的酸性性质 由细菌以及多年来在水中融化的铁质而形成 那么类似的景象也发生在火星上 初始科学教怀疑 天头河是否能够提供 在红色星球上寻找生机的任何资讯 当然 就因为这两个地点都是红色的关系而这么认为 可能就只是在发白日梦吧 天头河是个美丽 但也是你绝不能触碰的东西 刚果果河如旺达的Kivu Hu 这个深1000英尺的Kivu Hu 像是藏着一个随时会引爆的炸弹 水体之下 藏有超过250立方公里的二氧化碳 以及大约65立方公里的澡气 这结合足以为好几个国家提供电源 问题是 这也足以淹没附近的乡镇 以及杀灭上千个生命 这些气体目前虽处于再静止状态 但只需附近其中一个花山爆发 就会使气体升上来 为该地区造成巨大的破坏 在南非的河区域换上大肠杆菌 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你能不能想象在这些东西之中会游泳呢 南非许多河流水中 都含有远远超过可接受成都的大肠杆菌数量 有些地区的河水比正常的大肠杆菌程度 还要多了240倍 而比较正常的地区 像是可拉斯 也比正常程度多了190倍 太多水也是件坏事 问问佛尼吉亚州Blackwater河附近的居民就知道了 我们在过去几年经常遇见发生水涨的袭击事件 在经过近乎60年的正常状态之后 Blackwater河在过去10年内 已经发生了6次的溢出 以及淹没附近的城镇 目前虽没有发生死亡事件 但如果河没人平息下来 这也是迟早会发生的事 美国尔勒冈州Tualatin河 美国的Tualatin河 绝不是让你的狗狗在河中吸血的名字选择 每一年都有近乎一打的狗狗 在此因为接触到有毒蓝藻而送命 蓝藻是一种致命的细菌 它们能快速生长 以及把水底污染成看似漂亮的绿松死色 那些不幸吞下这类物质的狗狗将会生病及腹泻 最糟糕的话甚至会伤命 美国南达克达州的Belforge河 Belforge河并不是有毒、沸腾或污染的河 但河中至少有一个特定地区是动荡补丁的 当局将河罢一英里内的地区关闭 因为至今为止已经发生了好几件死亡案例 2010年 一名父亲缅佑的女儿和他们的友人 所沉着的船被汹涌的急流打翻 将他们困在水中而溺毙了 美国马里兰州的Portomac河 这条传奇的河也和可怕的死亡事件有所关联 大瀑布和链角之间的区域 构成了一系列的急流和瀑布 他们能把受害者送往向下盘旋1.5公里 如果这还不足够 这条河最强的潮流其实是在水下 所以你若是被吸了下去 则将永远无法逃脱 每一年大约有6个人在Portomac河身亡 然而仍然有许多人因为在河边玩耍 而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 俄罗斯的Karachaihu 俄罗斯的Karachaihu就犹如一个身下绑着炸弹的名模 非常的华丽 但却难以置信的致命 它无疑是世界上放射性物质最高的水体 Karachaihu一直到90年代 都是主要的河废料垃圾草 它的毒性程度高到你无需触摸河水 都足以剁去你性命的程度 大多数人类在5个小时内 受到500轮景的肤色就会丧命 而你只需要站在Karachaihu岸上 大约1个小时 就会遭到600轮景的肤色攻击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集的影片 这里有人想要游泳吗 让我们知道你对这些水体有什么感想 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吧 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和接受通知哦 有想要看到什么主题系列 都欢迎在下方留言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还有一些影片我们认为你会喜欢 我们一起到下一个影片 脑洞大开吧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